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下午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习近平指出 五年来在中央坚定支持下 拟忠诚履行行政长官的限制责任 坚定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止暴治乱 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 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做出重要贡献 展现了勇于担当的精神 对于你这五年来的工作 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希望林郑月娥 积极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 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继续为香港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林郑月娥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 在香港疫情仍然波动的情况下 亲临香港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香港 这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怀 他表示香港过去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 他能够为一国两制事业做出贡献 感到十分荣幸 祝愿祖国富强昌盛 习主席视察香港圆满成功 当天下午 习近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 立法 司法机关 负责人 习近平会见了香港各界代表人士 习近平会见了香港纪律部队代表人士 习近平会见了香港纪律部队代表人士 习近平会见了中央驻港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丁薛祥 许其亮 沈月月 王毅 夏宝龙等参加有关会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参加有关会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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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